大家应该能看到屏幕 看得到 可以看到没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 可以听到都可以的 没问题 OK 那我会先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缓存服务 它的诞生的一个问题的背景 然后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基于这个问题 所提出的两个优化的技术解决方案 然后接下来呢 就会给大家讲识一下 就是这个缓存服务 上线了之后 它的一个效果的表现 然后最后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正在做的一些 后期的一些工作 好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 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一个背景 QA音乐它的所有的这些 就是我们的数据中 这个中心 所有的这些报表 这些看板的制作呢 都是使用Super Set 来作为这种 BI的这种 前单的展示 作为这样的平台 那Super Set它会去 这个对应的 制作出来的报表呢 都会生成一些对应的系统 然后下发到Quickhouse 去查 查数了返回的这个结果之后呢 在这个Super Set的界面上展示 但是呢我们就是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 然后我们也发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经常看到的一些报表 它的那个加载的速度 它会比较慢 有时候呢 它要刷 刷个好几秒或者十秒 它才能出来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会非常影响这个用户的体验 这个效率就会下降 那么之前的话呢 我们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都是通过增加 不断地增加这个Quickhouse的机器 不断地去给这个资源 这样的一种方式去 缓解这样的问题 但是随着这个业务的不断地增长 这个机器的成本不断地增加 那么不断扩展机器 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就不太合适 就是不是一个根本的一个手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产品之下呢 我们就希望是从 Quickhouse本身的一个 一个日志里面 去挖掘出一些有用的一些信息 信息 然后去找到一些优化的点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 审计日志里面 就观察到了一些 这样的一些特征啊 就是用户他经常会反复 去查看一些固定的报表 而且呢 他的那个时间段是比较固定的 就是每天十点开始 然后到十二点 他都会有一些高峰的 这样的一个时段 而且呢 不同的用户 他经常是同时 会访问到同样的一个 发表的页面 而且最后他的查询出来的结果 他都相对较小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 基于这样的一个特征 我们就能想到就是 能不能给他做一个 结果的缓存 就是同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就让他计算一次就好 就不需要他反复的这样去 去查 所以呢 我们就提出了第一个 优化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他的 Cookhouse 缓程的一个服务 那么以前他 在Super Set 去查这个报表的时候 他都是生成一个SQL 然后直接用通过 JTBC的方式 去连Cookhouse 然后Cookhouse 查数返回到这个 Super Set 然后去展示 但是 刚刚我们也提到 就是因为他有很多 相同的报表 他从事在查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意味着 Cookhouse他会接收到 非常多相同的这个SQL 他有很多重复的 这个SQL的计算 但这样呢 既浪费了资源 而且呢 用户的这个 因为他响应的比较慢 所以他用户的体验 也不太好 所以呢 我们就 在这Cookhouse的基础之上呢 再加一个代理 Gateway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这个服务呢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一个代理的服务 就把这个SQL的这个结果 查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缓存到 这个Redis里面 做一个缓存 那下一次 如果再接收到 同样的SQL 我们就直接 就是从这个缓存里面 去读取这个结果 返回就好了 那Quickhouse就 不必要的 就去计算那些 重复的这个SQL 这样就可以提升 它的效率 而且也降低 它的一个查询的 这个时间 这里面 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查询的 同样的一个SQL 它其实 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 同样的一条SQL 它的结果 可能是不一样的 就为什么呢 就比如说 我这个SQL 它涉及到某一张表 对吧 然后它这张表 它背后 它的数据 是不断地增加 比如说 我今天同样的SQL 我查这个表 跟我明天去查这个表 它的结果 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数据发生了变化 有可能它的表结构 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呢 我们如果直接就把 直接出霸的 把这个SQL的结果存起来 然后返回这个结果呢 它有可能会导致一个 查询不一致 这个结果就不正确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呢 就需要有一个 有效的一个 让这个缓存失效 这样的一个策略 那这个缓存失效策略 其实拆解下来 其实我们要解决 两个关键的问题 首先我们只要知道 就是我们要如何知道 就是Codehouse当中 哪些表 它的结构 或者是内容发生了变化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我们如果还能知道 就是每一个 就是比如说 我这些表发生了变化了 我还能知道 这些表所涉及到的 所关联到的这个SQL 是哪些 那我们就可以 对这些缓存的SQL 就是把他们失效掉 那这样的话 他第二次再去查 这个SQL的时候 我知道 这个缓存已经失效了 那他就会继续去 走这个Codehouse 直接去查 这样就不会出现 我直接从缓存里面 拿出一个 就是一个老的数据 就会避免这个问题 OK 那么首先要解决 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解决呢 就是为了感知到 就是这个代理Codehouse 为了感知到 这个Codehouse里面 下面有哪些表 它的数据 或者它的表结构 发生变化呢 我们是在Codehouse的 每个节点里面呢 就部署一个 我们叫做Codehouse Sentry 这样的一个哨兵的服务 这个哨兵的服务呢 是每隔一段时间 它会轮 就发起一些监控 发起一些seql 它会去轮循这个Codehouse的节点 然后会把一些 发生变化的一些表 上报到这个卡夫卡里面 卡夫卡里面就有了 就有这些 哪些表是发生变化 这个信息就有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Codehouse Gateway 这个代理呢 就从卡夫卡里面 去拉取这些发生变化的表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Gayway就能够感知到 我有哪些表发生的变化 OK 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那整个流程 我们整个思路就非常清晰了 首先用户他发起一个请求 那我们首先就从缓存里面去 判断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结果缓存 如果有我就直接返回 如果没有 我就从Codehouse里面去签算 算完了之后 那我们就需要去记录一个 从表到seql的这样的一个 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映射关系 那有了这个映射关系之后呢 在Codehouse这一端 我们又有一个Centry 能够不断的去update 它发生变化的表 然后Gayway 它能感知到哪些表发生变化 它一旦感知到表发生了变化之后 它就能获取到 它相关联的那些seql 然后就可以在redis里面 把这些seql 置为失效 那这个时候 那整体来说 这个缓存就没问题了 就它查询出来的 能拿出来的缓存 它肯定是一致了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去构建出 一个从表到seql 这样的一个构建关系呢 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 对每一个seql 它接收到的每一个seql 都要去解析出这个seql 它所依赖的 所关联到的表有哪些 就比如说 像左上角的这个seql selectSynform ABC 我们就必须要去解析到 A表 B表 C表 它都是跟这个seql关联的 我们就能构建出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为了构建出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在gway里面呢 就引入了一个ast的一个解析的 这样的一个逻辑 首先呢 我们是用了就是 quidhouse开源社区的一个 提供的一个quidhouse语法的 这样的一个g4的文件 然后在它基础上 稍微改了一些 做了一些改动 然后呢 通过这个entro这样的一个 语法转化的一个工具呢 就可以生成 这个quidhouse语法的一个 parser 那当一个seql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parser 就可能可以解析出 它的一个具体的语法数 就是cst 然后我们就可以变利出 这个变利的ast 通过变利的ast呢 我们就能生成自己的ast 关于这个cst和ast的这个区别 大家有兴趣的话 感兴趣可以参考下面的 这里面的一篇文章 它比较详细的解释了 这个cst跟ast之间的一个区别 好 那有了这个ast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定义一个 去变利这个ast数 然后我们就能找到 它对应的一个数的节点 通过这个节点呢 我们就能去把所有的这个seql上 相依赖的这个表的这个表名 我们都能找出来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从表到seql的 这样一个映射关系呢 就能构建出来 那整一个整一个链路呢 我们来看了整体的话 它就非常的就都能跑通了 OK那是这是第一个 我们的一个解决的一个优化的 那么在此之上呢 我们还可以 就是刚才的那个基本上是 可以解决百分之六七十的 这样的问题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还找到另外的一个 更上层的一个优化的点 就是基于cube的一个缓存的机制 所谓的基于cube的 这样的缓存机制呢 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就是说像我们现在使用的 这个采用的这个 superset也好 然后包括一些 别的一些BI的一些平台啊 工具啊也好 它其实它做这个报表 它查询的这个逻辑 它背后的这个原理 它都是首先它要转换成一个cube 就是它其实是会有一个cube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数据立方体的这样概念 然后呢 它是会基于这个cube 然后呢 它其实底层是有一个 OLAP引擎在里面的 它基于这个cube 它会生成 一堆的这些seql 然后这个seql呢 再去下发到下面底层的这些 quithouse也好 myseql也好 presso也好 就是它会去下发到 下面这些seql的查询引擎 然后再查询出结果 然后反馈到这个superset 或者是一些别的这个BI的平台里面 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既然它是可以 它是首先要转换成这个cube 然后cube到这个seql 它就是一个要生成 就是要基于这个cube生成这个seql的话呢 它势必会有一个标准化的 一个cube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基于这个模式呢 我们就能找到一些 可以优化的一些规律了 这是我们找到的一个 就我们优化的一个 其中是一个 可以说是基于时间维度的 这样的一个缓存的机制 我们看到现在的话 有三个seql 这就是superset它 常规的一个报表 它查询的时候 它的一个标准化 其实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seql的模式 我们能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 其实是它的这个seql的这些字段 我都已经把它的每一个字段 它所对应的cube的那个概念呢 就一一对应起来 比如说它的维度 它其实它非常的标准 就是你选了某一个维度的话 它其实维度会出现在snack gobat里面 时间维度 它跟这个维度也是一样 只不过时间维度 它会在过滤条件里面会带上 然后它其他的这些度量 它也是非常的标准 在这个seql语句里面 它通过这个增加这个聚合函数 通过这种方式去计算出来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优化的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每过一天 它都会 比如说我选择了 我在这个报表里面 我要查这个最近一年的数据 那我查这个一年的数据的时候呢 它生成的这个seql 它就会带上这个过滤条件 就是说这个时间 我大于等于 比如说现在是2021年的6月26日 那它可能的过滤条件就是 它会筛选出2020年 就是去年这个6月的 6月26日这样的一个seql 它会产生这样的seql 那等到明天27号的时候 它再去查这个报表的时候 它又会生成一个过滤条件 就是它会产生一个过滤条件 就是大于等于2020年的 这个6月27日这样子 那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 其实你过去一年的这个数据 就是从20 就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第二个中间这个 2020年6月26日到2021年 26月26日 我们今天就已经算过了 所以明天你再去算 还要把一年前的这个数据 重新再算一遍 那其实是一个浪费 那其实我们是可以把这个 昨天算完的数据 把它存 就是这个结果把它保存起来 然后你明天算的时候 我就算这一天就好了 就是用最后右边的这一块 就是这个RT来表示 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吸口的结果 分别用ST ST1到ST2和RT来表示的话 我们就能找到 这样的一种地推关系式 首先这个第一个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ST 就其实是等于RT 和这个ST-1 做一个合并的这样的一个运算 然后下面第二个 其实也很好理解 就是它其实多了一个 就是那个上线的一个时间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然后第三个是 就是说我 就比如说一个星期的这个数据 肯定是在一个月的这个数据里面 所以它有一个包含的关系 那有了这个满足的这个 这个地推关系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优化 我们就基于这个关系式的这个地推关系式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 很多时候我就直接算这个RT 然后跟那个已经算过的那个合并就好了 这就是关键就是 有了这个结果我就直接算RT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算这个合并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还要重新做这个AutoBuy和Limit的操作 什么意思呢 可能大家听得有点蒙圈 就是比个举个例子 就是我要算一个班 就假设有一个班有50个学生 我要算一个班50个学生里面 身高排前期的 我要把这七个人找出来 好那他今天我找到了这七个排前期的 这个身高排前期的同学 那明天第二天我发现这个班又来了十个新的学生 这个时候我的班里面有60个人了 有60个人的时候 我还是要去找出这个班里面的身高排前期的这七个学生 那么这个时候除了要去 其实这个时候我只要拿原来那七个学生 跟我新来的十个学生比就好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那个顺序是要发生变化的 就是我最后算出来的这个学生的排列的顺序 有可能会变化 有可能会变化 因为我新来的这十个学生 他的那个身高 他有可能会高于先前找出了这七个学生的身高 说到这么多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这里面左边是一个原始的数据 然后呢假设今天是这个2月2021年的3月22日 这个时候呢我们执行了一个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这样的一个系统呢我们就能查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其实是做一个聚合 就是把这个20号之后的这个数据拿出来做一个聚合 我们就能拿到一个这样的右边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把这个结果呢把它的标记为这个ST1 然后呢 ST-1 然后呢第二天的时候 就假设现在已经到了3月的23日 那么这个时候 他又去发起了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查询 就除了过滤条件发生了变化之外呢 其他都没有发生变化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上我们昨天算完的那个ST-1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只需要把今天和昨天的这个数据算一遍就好了 因为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算这个3月22日的这一天的数据 可能当天的数据还在入库 所以呢 当天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结果呢 他可能不完整 所以呢 把3月22日的这一天也算进来 那么就是算两天的数据 然后算这个两天的数据 得到了就是其实就是右边这个绿色的这个记录 然后我们把这个绿色记录跟之前的这个黄色记录合并起来 那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预见到当这个黄色的结果 它如果是很多很多 就是要算的那个结果很费时 而且很多的时候呢 那这样的一种操作呢 就能大大的减少这个计算量 然后我们合并的时候呢 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 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第一步呢 是从这个结果里面取出这个 取出这个23和24号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从这个结果里面先把这个20号跟23号去掉 因为我们要重新去做这个排序嘛 就是 假设它 因为我过了这个时间之后 我要把 老的这个数据我要排除 因为我的最后的结果 我只要比如说 Limit一个固定的数值 比如说我是Limit4 那我老的这个数据 我可能要废弃掉了 所以这个地方红色的就要排除掉 然后呢 第二步呢 是算那个S 这个23和24 就是新的这个数据 然后这个时候呢 新的数据跟老的数据合并 合并完了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时间呢 这个顺序呢 就只是 简单的把它合并起来的话呢 它的顺序会 它不是按照这个date的顺序来的 那如果它的cq里面 它有一个order by的话 它 比如说它是order by这个date 这个日期的话呢 那我们还要对它做一个 根据这个日期来做一个排序 所以我们最后 只要拿到这个结果 再来做一个排序呢 我们就能得到它最终的结果 那这个就是一个 Gcube的一个缓存的 这样的一个 优化的一个方式 好 那我们 做了这两个 优化了这样的一个机制之后 我们在线上 它的表现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是在 在我们的这个 super set上面 它的查询 通过这个审计日制呢 我们能发现就是 在上线的这个 缓存的这个策略之后啊 这个命中率 大概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这个 其实这个报表呢 是反映的是 查询超过十秒的 这样的一个数量 那 经过了这个 优化的策略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它基本上 它的 超过十秒这个数量 大大的减少 就 我们 我画了一条 这个蓝线呢 就是说 它基本上都在 这个蓝线之下 没有再超过 这个蓝线 中间的这些 是一些 周末啊 还有这个 五一的假期啊 这样的一种 这些 节假日 这种情况呢 可以排除 所以 总体来看呢 这个 效果还是 比较明显 那 后面的一个 后面的一个 还可以做优化的 一个点 我后面还 再 再 再介绍 从这个 线上的这样的 一个 优化策略里面 我们还得到一个 另外的一个 额外的一个 副产品 就是说我们 因为我们能够 去基于这个 吸口啊 能够去分析出 这个吸口 它所关联出来的 表有哪些 那么 所以呢 我们就能 很好的去分析出 我的每一个吸口 它所依赖的表 它 查询了多少次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 得到一个热点 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热点图了 就是说 我哪些表 我是频繁去查的 就虽然我的吸口 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一条吸口 我一条吸口 但是我们两个吸口 都是查同一张表 那我们就可以 找出 原来有这么多表 有这么多的 这个报表 它的吸口 都是来自于 就查询同一张表 那么我们就可以 基于这个表 这样的一个热点的分布 后面呢 就可以做一些 进一步的 做一些策略 比如说 这个冷热数据的 一个分离啊 或者是 一些 冷热的一个 缓存啊 这样子 那后面的 一些 在 进一步的 这个优化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呢 可以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了 这个网关之后呢 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一些流控啊 还有一个 资源的一个隔离啊 这样子 然后 现在因为我们的 刚刚的提到的 这种方式呢 是基于表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缓存 就是说 我 假设我检测到 我这样表 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呢 我的整一个吸口 我就失效了 但实际上 我们发现就是说 每一个吸口 它可能是跟这个表里面的 某一些分区有关系 比如说 我这个吸口 我其实我查的就是 6月1号到6月3号 但我的这个 虽然我的表的数据 发生变化 但其实它发生变化的是 我新的这个数据 发生了变化 就是我的分区 是6月4号 或者是 一个 我 6月20号 这样的一个分区 发生变化 那跟我的这个吸口 其实 它的结果没有影响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让它失效了 那通过这种方式呢 可以进一步提高 提高它的命中率 那么还有就是 用这种方式呢 就可以更进一步的 就能把这个历史的 这个Carry 这个吸口里面的 这个分区的热点 能够把它分析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 可以后面 再进一步做一个 冷热存储的这样一个分离 热点的数据 我们把它放在SSD盘里面 一些不太常用的这样一些表 数据 我们就让它放在一个比较廉价的一些 共享的存储 或者一些别的存储里面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 现在我们的这个 缓存 其实是 当用户 他第一次查的时候 他其实还是会 涉及到这个 这个 这个 Sickle的计算 他还是要耗一些时间 只不过说 就是第二次再去查的时候呢 它的响应速度就非常快了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就是 我避免用户 他 查第一次的时候 也非常慢 我就是 第一次你打开就非常快了 那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通过 去 审计日誌里面 去看这个用户 他的使用的 这个情况 他 周期是怎么样 就每天他10点 就是会打开这个报表 他大概率 他明天10点 也会打开这个报表 那这个时候呢 就开启一个 预计算的这样的方式 就是 在他没开之前 我们定时去 先把这个 先算出来 然后 缓存里面就有这个结果 有这个结果 他再去打开的 这个报表的时候呢 他就瞬间就能出来 就没有必要 让他再去等 那还有就是 我们现在是通过 QHouse去 始终还是通过 QHouse去算这个结果 但是这种 预计算他的任务 就如果我们去 使用预计算的话 因为我们有很多 很多这样的报表 那 始终还是会 对QHouse 造成一定的压力 但 其实我们的 这些 QHouse的数据 都是在离线里面 都是会有 有同样的 相同的这样的数据 我们就可以 通过 一个 对QHouse的语法 做一个解析 然后把它 一些 作为一个 转换 然后转换成一个 Spark的 一个这样的语法 然后通过离线 去计算出 这个报表 它对应的 一个数据 然后发到 缓存里面 然后这样的话 就没必要去 使用这个QHouse 这个 比较昂贵的 这样一个资源 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样的话 同样也能达到 这个预计算 这样的目的 通过这种方式 就能达到 降乏提效的效果 好 那 这就是我们 分享的 关于统一网关 和缓存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希望大家 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加入到 我们腾讯音乐的 数据大房内里面 我们现在呢 也会有 急需这样的人才 有数据平台的 工程师 高级 数据分析师 数据科技家 后台工程师 我们都需要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 扫一扫二维码 然后 投一下潜力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